魏无羡淡淡道 还不走 有事禀告吗 说着 他转过来看迟迟不走的人 魏无羡慢慢回头 见到是蓝忘机 瞳孔的不由的放大了一下 但是眼里的惊讶很快就消失 他道 你给我送药 蓝忘机看了看药 又看了看魏无羡打量自己的眼神 是 然后他接着道 你受伤了 魏无羡现在当真是看不懂蓝忘机这个人了 和你没关系 你用不着亲自给我送 你腿脚不方便 还是少来我这里 我这门槛高 你来也不轻松 蓝忘机默然一阵 又慢慢地推着轮椅要走 这时候 魏无羡却喊住了他 把药拿走 蓝忘机不解地回头 魏无羡就到 我不喝 蓝忘机有些气魏无羡不喝药 你伤势未欲 不可放纵 这般语气 魏无羡一下子就把注意力全放在蓝忘机这里了 管我 说着 魏无羡把书放下 冷漠地看着那碗药 然后当着蓝忘机的面 就把它倒掉了 我没有让你送药 你为什么来送 魏无羡质问着他 蓝忘机目光停留在那碗被倒掉的药上 低声道 路过 见人匆忙 我便替他送了 魏无羡冷哼一声 来到蓝忘机面前 伸手就去抓他的手 蓝忘机不喜人触碰 下意识地就缩了回去 反应过来 他在看魏无羡的神情 已然是他不认识的模样了 讨厌吗 魏无羡失落到 蓝公子当真是助人为乐的好人 说着 他又回到了位子上 还请蓝公子以后都不要来了 他这人做事有分寸 既然蓝忘机不喜欢他 他就果断放弃 何苦缠着人家 惹人心烦 可蓝忘机这丝 偏偏就喜欢挑时间出现 总在他放下的时候 勾起他思念 蓝忘机叹了一口气 我不知何处惹你不快 魏无羡顿了顿 你冰雪聪明 怎在情感上如此愚钝 我喜你 所以才缠着你 为了试探你我什么都做了 现在我知道答案了 我放下了 你又来我这寻不快 还问我为什么 蓝忘机 你在和我玩 欲擒故纵吗 这番话 连魏无羡听着都可笑 蓝忘机哑声 好一会没有说话 一盏茶过去 蓝忘机才沉重地开口道 是我叨扰了 七天过去 外面熙熙攘攘地 进来了很多人 为首的是 礼部尚书的长子 王侍郎 他拿着礼物 来为吴县府上拜访 可管家告诉他 将军有急事 还在外面 还请王侍郎稍等片刻 王侍郎一笑 也罢 我听说贵府的客人 美貌天仙 不知可还在 管家道 您是说蓝公子 他指了一条路 蓝公子喜静 所以不出来见人 若您非要见 那请往那边走 蓝公子见与不见你 全凭他意 王侍郎掂量了下礼物 多谢 通往蓝忘机屋子的那条路 是魏无羡特意流出来的 这条路每日都会有专人打扫 且全是平地 绝不会有一丝的疏漏 王侍郎敲响了蓝忘机的房门 里面的人在听见后 等了十几秒才开门 里面的人见到他 神情流露出了一丝不知所措 他道 阁下是 王侍郎道 在下礼部尚书之子 王林 蓝忘机知晓 可不明白他的来意 王侍郎把东西递上去道 这是西域采集而来的奇珍异宝 特地送给蓝公子 先前就听闻 蓝公子有着惊天绝伦的样貌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蓝忘机推剧掉他的礼物 阁下的好意在下心灵了 礼物实在贵重 还请收回 王侍郎白手就把礼物 放在了蓝忘机的腿上 蓝公子不要谦虚 这东西是我专门送给你的 也算是讨好魏将军 蓝忘机愣住 王侍郎接着道 待会魏将军就回来了 不知蓝公子会和我们一起前去吗 蓝忘机问道 何处 皇家猎场 闻言 蓝忘机心下一静 先前魏英说过 他对外称自己是他的男宠 既是男宠 又有何颜面 可以带到皇家猎场 蓝忘机婉拒 在下身份卑微 恐不合理 这下轮到王侍郎不解了 蓝公子是位将军府上的克青 怎会不合礼数 蓝忘机正住 克青 王侍郎点头 对啊 蓝公子莫不是清心寡欲过久 都忘记了 蓝忘机心中惭愧 之前竟然都是他误会魏英了 这人总是骗他 次日 蓝忘机一直在房间等待着 直到外面真的有人来 敲响他的门 管家在外聚了一个礼道 蓝公子 今日去皇家猎场 将军特来问您去不去 蓝忘机早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这句话呢 嗯 我这就来 管家很自觉地上前替他推轮椅 来到前厅 王侍郎看见蓝忘机来了 就和魏无献称笑道 看吧 我就说他会来 我赌赢了 魏兄可要给我一百两银子 刚来的蓝忘机 自是听见了两人的对话 他被过去 在他们都听不见的角落里 独自说了一句 无聊 皇家猎场 其实魏无献是不想 带蓝忘机去的 毕竟蓝忘机的腿伤摆在那里 而且蓝忘机也不喜欢这种地方 所以想着 他也不会答应 于是和王侍郎的打赌 就直接就说蓝忘机不会去 可不想 魏无献走过去 斜眼看着他 冷冷到 蓝公子转性了 看来王侍郎的礼物奏效了 王侍郎在一旁恭维富贺道 还是为将军赏脸 魏无献冷哼一声 摆着一张拉夸的脸 还是管家过来提醒他 不要冷面面对世家公子 时辰不早了 我们出发吧 魏无献先上前驾马 随后王侍郎和蓝忘机等人坐上马车 随即一众人马一起出发 去了皇家猎场 到了场地 蓝忘机便独自坐在魏无献的后面 一人一席 期间也有人邀请蓝忘机去打猎 可见蓝忘机的双腿 全都无功而返了 起初 大家对魏无献府中的这位客卿 就充满了好奇 如今见到了更事 可惜他身体抱扬 不能与之一起策马奔腾了 魏无献喝着闷酒回来 就听王侍郎说着刚刚的事情 你府中这位人气可真高 可惜了 要不是他腿脚不好 我也要去邀他一起策马 魏无献一听 便难受得紧 他把酒壶甩给王侍郎 然后快步去了蓝忘机的席位上 魏无献站在前面 低头看着他道 策马吗 蓝忘机一愣 反应过来是魏无献邀请他策马 可实在有心无力又不忍拒绝 伤还未痊愈 等伤势好转载 话还没有说话 眼前便昏天暗地地转了一番 魏无献单手挂住他的腰 把他扛在肩膀上 稳稳拖住 我带着你策马也一样 蓝忘机羞愤魏无献的这番举动 可又不能翻脸对他怎么样 魏无献把他放在马上 随即自己坐到了他身后 好 我带着你住的 他妈伴在家宁